今天要來開箱直言工廠可調壓氣嘴Lite版 這次是塑膠版本在重量上比較輕一些 適用於小型或手動打氣機的改裝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氣嘴頭的尾端是一個直插風管的設計 本次最大賣點是我們在氣嘴頭上面 增加了一個小型調壓按鈕 因為我們在使用這些小型或手動打氣機 通常是沒有可以調整胎壓的功能 所以如果我們想降胎壓的話 必須先把打氣嘴移除 然後再手動去做泄氣的動作 運氣好當然就是一次動作就達到我們想要的胎壓 可是如果按壓過頭造成胎壓太低 這時候我們又必須重新打氣一次 相同的流程應用到四顆輪胎 弄下來其實也要花不少時間 尤其現在淋到越野或是戶外露營算是蠻夯的 真的到一些路面比較崎嶇的地方 或是山上跟平地的溫差比較大 都是可能需要即時調整胎壓 可調壓氣嘴就是不用按任何東西直接擦 讓你打氣機無痛升級 變身成胎壓劑 譬如現在胎壓覺得太高想要再降一點點 只要按壓調壓鈕即可即時調整 拆除的時候按一下按鈕即可瞬間脫離 也不會讓你剛剛調整的胎壓產生誤差 這次有8mm跟10mm兩種風管規格可以使用 不管你是用什麼打氣機 只要你去量風管是8mm或是10mm的尺寸就可以 我分別用米其林ML1288 跟威克斯的WX092 還有腳踏車用的手動打氣筒 來進行一個改裝的示範 改裝前不免提一下免則聲明 因為這是屬於破壞性的改裝 所以改裝完的保護歸屬問題需要自己承擔 米其林這台原廠的固定點位置 離氣嘴頭蠻一敗的 如果想讓氣嘴的位置跟原本的差不多 我們必須非常專注來處理才會漂亮 熱縮套退開以後就可以看到按壓的位置 我現在要從壓接跟氣嘴的中間位置切開 然後把壓接環拿掉就可以把原本的氣嘴移除 接下來把直人工廠的可調壓氣嘴安裝上去 維克斯WX092要改裝就簡單多了 因為它的線很長就不需要這麼注意長度 美工刀直接切下去就完工 因為外層有編織網塞不進去 所以我們再補個熱縮套比較美觀 最後手動打氣筒就是一樣畫葫蘆改上去 只要你的風管尺寸符合都是可以改的 拆裝方便還有可調壓的功能 我有把賣場放在影片簡介下方 下次有好產品再開箱給你看 掰掰